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呢 接着聊这个买中国艺术品 那么 今天这期节目呢 跟大家聊就是通过拍卖行 那么很多朋友呢 私下里也给我发信 表示他们其实挺感兴趣 这一个话题的 因为聊Ebay啊 Catviki 包括股东店啊 跳到市场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一期节目 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呢 就聊完了 但是对拍卖行呢 这个话题就比较多 所以我估计可能要就是 划分成不同的这个领域 那么可能要聊很多期节目 那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 直接从拍卖行 拿东西的话 有哪些风险 那么我选择呢 是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先不谈这个东西 对不对的事情 这是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 可能都是通过像这个 Invaluble LifeOctioneer这些 The Serum这些去买东西的 我也觉得这些平台呢 特别好 因为他们呢 把这个全世界的东西啊 分门别类都给您归类好了 然后您可以照着选 比如说是按照国家选 按照货币选 按照种类 比如说是象牙类啊 瓷器类啊 等等都可以选 这是挺好的一个 那么这些平台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保护了这个买家的这个信息啊 不直接就是透露给拍卖行 拍卖行呢 可能知道您一个邮件地址 如果说等到 拍卖结束以后 那么他们可能才能从这个Invaluble LiveOctioneer得到您具体信息 然后给您开发票 所以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通过这种平台 如果是压价的话 那么您压一个价 比如说六百五元以下 那么这个价格呢 这个拍卖行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如果直接去拍卖行去压价的话 或者给他打电话 那么拍卖行看见啊 您压的这个价是六百 那么他们自然就知道 就是如果有内拍的话 他们应该顶到一个什么价格 那么可能有些这个拍卖行工作的朋友 可能就会说 我们拍卖行并没有就是啊 做过这个事情 那么我在这里并不特别的指某一家拍卖行 我只是说泛泛的而言 啊就我的这个观察 所以所以相对而言 就是这些网络平台的出现啊 我觉得也是顺应的现在互联网的发展 然后呢 它一定是为了弥补过去很多的这个不足 然后呢提供了很多新的服务 那么大家使用呢 相对感觉比较方便 另外呢 因为如果说 比如说是买家通过这invaluable去拍啊 它后面背后比如说是2000家拍卖行 啊那么呃 它其实也可以追踪就是 这个买家在所有这些拍卖行 买卖的这个行为是否规范 对不对 因为这个拍卖行呢 那它可以看到啊就相对这个买家是否之前比如说有未付款啊或者等等行为 那么如果说是啊这种情况出现被人投诉的话呢那么他们可能就就不会允许您去参加这个拍卖了 所以这个这些平台呢是是作用是很大的 呃虽然他们收这个3%或5%的这个佣金 啊其实这个佣金收的挺高的我个人觉得 呃也有一些拍卖行呢他就基本上就 他们出这个佣金了啊或者是干脆是一种合作关系 你比如说是包汉司的话他经常就是呃不收这个佣金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挺聪明的因为呃这点钱呃如果说更多人进来买的话其实也就是多压一手啊这个钱也就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挺聪明的啊但对于一些小的拍卖行而言呢他们这点钱其实对他们挺重要的因为他们可能成交率相对很低啊 那么呃谈到这个拍卖行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知道呃其实拍卖行呢是呃不一样的对不对啊经常在这个就是呃全世界范围内买东西呢呃我就谈比如说是我欧洲这边那么我相对比较熟悉 呃多见于这个就是葡萄牙西班牙那边多见的这个呃中国类的这个瓷器呢一般都是这个外销瓷器啊就是呃很经典的那些啊文士 乾隆的居多那么如果是康熙的比如说是青花的盘子啊或者是瓶子之类的多见于哪里呢比利时啊荷兰呢瑞典啊这些地方比较多啊那么官邀类呢其实主要就是英国呃法国啊德国也有还有意大利意大利有的时候会出来非常厉害的东西这和那个他们的历史有关也和当他们的那个贵族啊有关那么呃所以不同的地方呢呃出不同类型的东西 那大家觉得很自然就是确实当时他们跟中国这个贸易啊或者因为历史原因啊那边就是有这些东西对不对 呃所以这很正常啊尤其比如说像那种呃像瑞士这种国家那么 他能够什么来历呢这个中国艺术品那很多呢就是靠那个诸外的大使啊等等之类的或者说是医生啊或者等等啊这种相对比较多啊所以他每个每个国家其实这个东西来历啊大家都都能感觉出来如果经常买东西的话 那么呃从这个区域来看就是这些拍卖行可能经营的这个就是卖的这个东西啊从这个种类而言可能会不同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多的拍卖行其实很多都是家族企业那么这些家族企业呢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一个的人啊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他们的性情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水准啊他们特别喜欢拍的物品啊呃都不一样啊有些拍卖行呢可能就是 您要是把东西送进去呢反正什么都行对不对他也不管他其实就是个杂货店那么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无所谓他反正就拍呗反正拍不掉呢他也问您要点小钱啊就这么就这么回事啊啊也有些拍卖行干脆呢他就连拍都不拍他就干脆是time auction啊像这种呢就基本上就是就是仓库呗对不对他拍完照片之后然后就放到自己网站然后呢也放在这个invaluable上面反正您自己看您要是呃到这个时间点了反正自己压他到时候 就跟撒网就是收收网呗然后呢收到什么什么是什么啊像这种也有那么呃也有一些拍卖行呢就是档次比较高您送东西进去呢呃您说的不算啊他说了算啊他说这个是老的就老的他说那是新的就新的那么起拍价呢您也定不了啊他来定那还有一些拍卖行呢就是是专门从事亚洲艺术品一年到头就搞那么两次的那种那像这种呢他们就有自己的这个network 呃除非您手上的东西特别好啊否则呢送进去还挺难的啊就这种这种情况呃像苏富比加尔德呢他们其实呃他们做得非常好包括他们的互联网啊就是网上这个平台啊大家可以直接把东西就是发给他们啊您想让他们鉴定呢这件事有点难啊就是他们呢一般不会告诉告诉您这东西对与不对 啊他们就是告诉您适不适合他们拍啊就这件事情但是呃我客观上来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网上啊就是看东西的这些很多都是一些比较前台的一些像就是年龄比较轻的这些所谓的鉴定师吧啊一般而言比较有经验这些藏家呢我相信就是听我节目的我发现很多其实年龄段可能都是呃40岁50岁60岁有些都是对我而言都是老师啊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很清楚 啊跟这些贩卖行的这些呃负责人之间呢其实也有私人关系也都认识所以直接可能就邮件或者直接打电话打他们手机上然后直接把东西发给他们看那么呢啊都可以反正都可以只要东西硬只要东西真的好啊他们也都很很乐意那么对于他们这些平台网站上的这些呢发上去呢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看一下记录啊什么的因为通过照片看这东西还真的有的时候挺难的因为您可能不能想象就是每天全球有多少多少人 能往他们网站上那个发照片啊发东西啊确实从他们的角度而言也确实是一件啊超负荷的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呃这么多的排卖行呃可能我估计欧洲范围内经常卖中国艺术品的话如果包括英国的话大概应该有200多家我觉得应该有比较活跃的就是卖中国的艺术品呃所以这个规模啊这种invaluable live auctioneer这种平台出现啊包括的serum啊lost 这种出现呢帮大家很大的忙因为他都分门别类了大家就可以去以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啊来这个应付 这么大数量的这个拍卖行啊包括每个拍卖行每年的可能都拍很多尤其上英国很多这种杂拍啊有些是几乎是每个月都有吧啊那些拍卖行现在已经高度的被这个国内的这个啊中国大陆的这些古完成的古董行的朋友关注啊就是就是非常照顾他们所以原则上他们那边因为那边毕竟是有的时候会出一些非常高路分的东西 这种东西呢一旦出现呢基本上基本上瞬间就大家都知道了啊所以现在这曝光率也真挺吓人的这曝光率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些网络平台造成的啊同时呢就是中国自己啊中国大陆啊这些有大概三个平台啊这个这三个平台也很厉害非常厉害所以基本上就对接了嘛 那么就导致就是海外反正是任何一个拍卖只要有中国艺术品啊同步的这个国内这个这些朋友也都看见了所以呢他们也可以直接就买啊所以这是这是现在是高度透明的但是它有它很很大的优点这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期节目啊想要跟大家来呃分享的啊如果大家听到这还没有离开的话那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这个开场白稍微有点长啊现在才开始正儿八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 他保护了您的个人信息啊就是这个个人信息啊呃您是登陆这个这些平台的那么只有这些平台有您个人信息这拍卖行没有啊拍卖行没有呃拍卖行也想自己的就是去拥有这些个人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德国这里吧的情况呢拍卖行可能会给您发封信那就是您在网上申请要拍他的东西他可能会发封信说就是按照就是德国相关法律啊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就是您是谁 请您把您的那个身份证件发给我们啊这个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啊因为呃通过网络拍呢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严肃啊就是拍完之后呢就跑了啊然后也不付钱或者等等啊他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玩闹那么对拍卖行人呢他们一年到头啊就是很忙啊要收件然后拍照片鉴定写描述然后呢仓储然后保险然后还要安排这个就是 就是外部人进来帮忙接电话安排拍卖拍卖完呢还要再打包然后再发货哎呀这个这个确实也是挺烦人一件事情啊这个体力啊这个呃也是挺繁重的我个人觉得尤其很多拍卖行其实哪有什么人啊就是就是他们自己一家人家呗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如果说一些高价值的东西啊全场大部分都是没意思的可能有那么几件还不错的拍的价格不错然后呢网上呢也不知道是谁来那么压一下就跑 是不是这是这是也不太好对不对所以人家也想就是一手的就是知道您是谁毕竟大家就严肃一些就是您知道我这家拍卖行的卖东西那我也想知道就是您是谁啊包括您的姓名您的真实地址啊电话号码邮件甚至是包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身份证件啊这个身份证件提供给他们那么呢他们就是啊就是允许您拍他的东西啊同时呢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像 Telephone bidding啊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Telephone bidding呢就等于是您在现场那么也就不必支付这个平台的3%或者5%的这个佣金了那么大家都省钱对不对拍卖行也很乐意啊那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好选择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藏友而言尤其是有经验的朋友而言可能就是直接就是因为跟这些拍卖行可能已经很熟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是朋友啊所以就直接他们早就已经有有我们的身份证件 所以直接发过邮件或打电话就预约就是约了这个Telephone bidding啊所以大家就这么拍了我确实也看到行内的这专业的这些基本都是Telephone bidding啊呃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也就这期节目要说的这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啊呃其实就是这两天吧这两天就是有一家拍卖行呃的老板给我发了封信啊就是他们的数据库啊被盗了啊就这么简单呃他们被黑客给攻击了然后呢攻击了他 他们的邮件系统啊导致他们的这个所有客户信息啊都流失了那那中间包括大量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身份证件啊而且都是有效证件啊还包括了就是啊很多买家的这个就是买了些什么物品历史上买了些什么物品啊而且还包括这个卖家就是哪些是一些重要的这些卖家常年给他们供货的这些人的信息啊也都是被攻破了被这些黑客拿走了那么呃其实对于 对于这个拍卖行而言啊这个呃这个客户信息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生命线啊最重要的所谓一家开卖拍卖行有多大其实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客户啊这信息量啊有多大啊这非常重要那么呃有很多客户因为大家是常年的这种所以呢呃彼此之间呢关系就特别熟那么这些客户呢也是这个拍卖行啊常年啊希望去维护的这个 因为我知道的是有很多这个卖家他们可能组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呃有一定的历史啊就是组上比曾经辉煌过比如说啊那么他们可能源源不断的把一些东西啊放给这拍卖行那么拍卖行呢也跟他们维护好很好的关系常年呢就就帮他们卖东西啊像这种客户是这个拍卖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呃如果这些信息呢就是被攻克的话呢那对着拍卖行损失就很大 啊那么我我想呢这个黑客啊能够想到要去黑这个拍卖行的话啊我估计应该也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古董领域有文化的这个黑客吧啊因为这个拍卖行我不觉得他里面会有太多的信用卡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更多的呢还是想知道到底是谁是那些买家啊这个是是挺重要的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像Catviki的话 他捏有大量的这个客户的一手资料啊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而且呢对于他们之前哪些客户对哪些东西感兴趣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这种大量的这种数据信息啊都是被这个invaluable live auctioneer这种控制那么像这种大的平台他原则上讲他他的所有的这个生意啊就是这个IT对不对他就是他提供这么一个信息服务那么呃他一定会投入很大的精力去保护这个资料 如果他的这个资料会外泄的话那他的生意就完了对不对他就是他就是以这个作为安生立命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他对这个就是四客户的私人的这个信息的保护一定是最高级别的对吧所以我们去使用他这个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相对比较放心因为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么样一个平台啊他是开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这样的平台提供这样的优质服务啊 那么如果是一家一家的拍卖行的话那您想一想如果比如像我们的情况啊呃全欧洲200多家拍卖行其实您要是算这个听起来挺吓人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么算一下的话还真的差不多 绝大部分的拍卖行可能大家都有联系啊也就是说可能证件什么的都发给他们过啊所以有的时候自己都不记得了啊那么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可能存在高风险的这么一个情况 呃因为这两天是一家拍卖行我不能说他的名字我也不能说是他是哪国家的 那么呢他的那个CEO呢给我发封信说他们的这个数据库被攻克了让所有的这个客户啊啊赶紧去重新去办身份证件啊因为在欧洲这边呢这个所谓身份证啊他也可以用来就是online shopping啊他有这个功能 那么呃而且人家如果知道您的身份证件的号码知道您的有您的照片有您的地址啊有您的出生日期 呃出生地等等我觉得他们甚至都可能去以您的名义去签很多的合同等等啊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吓人的事情 所以这家拍卖行就第一时间啊就是一个一个的客户啊发邮件那么发这个邮件呢为什么说一个一个呢因为我明显能看到这个邮件就是发给我的里面还包括我的证件号码等等啊发过来 我一说到这个邮件我第一反应当然是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钓鱼的这种邮件 所以我我直接给这拍卖行打电话因为大家都很熟嘛对不对啊打电话过去一问呢是真的啊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也不便透露太多细节 因为他们已经报警了那么报警之后呢呃他们说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们的CEO问他们老板啊他们作为员工呢不能谈太多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呃他的CEO当然很忙了对吧打电话也打不通啊给他们我给他们发了封信然后他们就回了回复的时候说呢确实是呃这也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啊反正是不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遇到这一次呗那么他说是后果相对可能会比较比较严重他们也预计不到就是会出现怎么一样一个状态 所以呢他们第一时间呢就尽量的联系了他们所有呃的客户凡是提供这个身份证件的一个一个联系过去啊表示让他们呢重新去办新的身份证件因为您这身份证件的已经被被人盗了啊产生了所有的费用啊他们这家拍卖行来承担啊非常非常诚恳的一封信 那么对于我而言呢这也是我应该说是遇到的第一次吧当然了我不能确定之前是否遇到过因为可能过去有些拍卖行比如说是开了一半呢就不存在了啊或者说是被别的拍卖行给吃了啊或者说是一些倒闭了反正就各种原因吧啊他也不会告诉你对吧他也不会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可能就就一起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对吧因为大家有些 比如说是去现场的话大家也知道您也是要提供身份证件的有的呢可能就给他看一下也有的呢他就是复印一下啊复印一下然后呢他就备份了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呃如果您不通过这样的大的平台直接去对这个合着拍卖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去呢去去买东西的话呢出示证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您还是至少要有一个预判 这家拍卖行呢是不是呃可信啊您是不是对他们的这个整个经营状状况啊各方面啊都有所了解有一些呢是大的公司性质的那么我相信呢可能就比较保险那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街区的一些杂拍或旧货店他们呢这个IT的这个系统啊就是我觉得也就是很一般的这个民间的 注册那么一个信箱然后就在办这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恐怕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这是这这个也是一件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今天特地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像像我而言呢呃就是我相信很多其他的有经验的藏友可能也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呃您要说我们用假的证件呢这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说到哪里可以去开假证件啊我们也没那么厉害对不对呃但是呢我们也不见得会去用这个还在有效期之内的证件啊这是我跟大家可以直接那么分享的一个经验啊因为保护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到拍卖行买东西买到假货呢这当然是就是呃很糟糕但是呢您要是不付钱的话呢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怎么保护自己啊有的时候呢呃还是要首先考虑 自己的这个因为呃拍卖行他毕竟他的体量和我们个体而言他要大的多的多所以呃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客户不付款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但对我们而言如果我们买到一个假的东西价格还很高那这个伤害呢可能就会很大所以呢我建议就是大家呃尽量的去申诉啊尽量的去呃要求比如说是已经付钱了那就退款如果买到不对东西呢就干脆就不要付钱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风险保护自己啊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透露个人信息方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呃尽量的如果直接要和这些呃小的拍卖行要提供证件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用 作废的证件不要用不要用就是在有效期之内的证件啊您比如说您去办一个证件然后这个证件呢您可以报失报失完了之后再去补一张 然后把前面那个就是已经报失已经被block掉那证件呢您可以比如说拿来用啊这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因为因为因为在欧洲这边呢很多的证件可以online shopping但是一旦被block掉的话这个证件在任何的所谓的公共平台或者服务的这个呃输进去的话呢他们一旦想要去连锁到一个呃去认证这个证件是否对因为您不可能这证件人家瞎输对不对那人家一认证呢这个证件已经无 不效了已经失效了那么他也不能够在很多一些呃地方啊使用他无非就是上面有一些就是您的姓名啊地址等等这种他这种呢就是比如说在欧洲这有很多就是呃每个区域啊这种网站有很多这种呃地方也都可以搜索到有很多信息其实是公开的啊所以我只能说相对而言就是减少这个危害啊那如果人那如果大家用别人的证件去拍呢 毕竟这个拍这个古董艺术品啊他有的时候这个价值会比较高那么他也是一个私人财产对不对呃您要用别人的证件去买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发票上都是别人的名字呢呃如果如果您很信任的话当然这也没什么事情这是您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些朋友感觉到就是比较计较这个事情还真就是想自己去买啊但是呢又不想出示这个呃 有效期之内的证件那么我觉得呢呃那就出示就是无效证件呗所以这是我我我个人的这么一个感受啊可能当时就是呃我有点提防这些这些拍卖行因为因为毕竟接触的这个规模有点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直到就是最近啊就是这个拍卖行的CEO给我打电话我才意识到啊其实还是需要就是防备的因为毕竟您不知道就是人家是怎么用您的信息的啊 这是挺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于一家拍卖行而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手上的客户信息呃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呃我昨天上传了一个视频就关于这个纽约这个苏夫比啊拍这个呃明永乐这机星晚啊这个的现场的拍卖情况呃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就是现场啊有这么几条电话线啊可以telephone bidding 但是对于苏夫比而言全球直播的一场拍卖会大家觉得就这几个呃这几条电话线大家觉得够吗啊其实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呃我所知道的啊我不能说就是这个这个晚的这个现场啊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没去对不对啊我只能说我在行内就按照过去这个经验我所知道的呃其实哪怕是这个苏夫比啊他也分为这个纽约的苏夫比 香港苏夫比巴黎的苏夫比和这个伦敦苏夫比啊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些苏夫比彼此之间呢呃他当然都属于是苏夫比但是他为什么要区分这么多呢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背后这个法律法规啊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德国啊排名第一的拍卖行他经常呢就是会把一些拍卖会有些安排在德国有些安排在奥地利 他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背后这个法律法规啊欧盟呢对这个古董的这个规规定啊和这个德国的规定啊不一样 他这个包括这个许可证啊能够出欧盟和能够出德国啊也不一样所以呢他们他们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来决定如何来安排这些拍卖活动啊 那么呃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鉴定啊去把什么东西发给苏夫比 比如说我们发给的是这个伦敦的苏夫比 但是伦敦的一看啊您是德国的所以呢他可能就把这个物品啊转到这个法国这个苏夫比去了 让法国巴黎的苏夫比去看啊这是经常经常发生情况 也就是说他背后呢有这个呃有这个法律法规的原因在那边 呃并不一定是完全因为那边的客户特别重要 啊当然那边的客户也很重要 啊否则他不会安排在那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就是就像我们很多朋友在海外在公司里工作啊 大家应该也也意识到就是公司里呢有的时候也刻意的会有一些竞争啊 不同的部门之间啊那这个业绩啊互相部门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那么苏夫比也是一样的情况啊包括加世德 呃他们彼此之间呢其实这个运营啊组织啊等等包括鉴定啊等等啊 他们都是有很多个团队 那么他们自己手上也捏着很多这个大客户啊这些大客户有些呢 他们也很努力的维护这个大客户的关系啊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伦敦的苏夫比的手上大客户啊 他未必会很乐意的去分享给这个比如说是纽约的苏夫比 或者说是香港的苏夫比那香港的苏夫比的当然手上有大量的中国的这个客户 对不对呃甭管是台湾的这个香港的新加坡的反正都是华人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客户 对不对那么当然了有些客户可能是跟这几个苏夫比那个苏夫比都有关系啊 但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常维护的这个客户啊 那么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拍卖啊包括之前拍卖一些重要物品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不能去现场对不对 那么他们怎么怎么处理呢啊并不是说那个就像昨天拍那个晚 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啊并不是说就这么几条电话线就够了啊 他其实比如说是法国啊比如说欧洲的这边可能是通过 呃法国苏夫比的这个代理啊然后呢通过他然后呢登陆纽约苏苏夫比去bidin啊 那么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呃呃也是不想或者说是不是很乐意让这个纽约的苏夫比 他直接可以access接触这些他们的一些重要客户的信息啊 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这种这种这种考虑在那边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比如说是英国的客户啊通过英国苏夫比啊 登陆纽约苏苏夫比去去去去竞拍啊欧洲大陆包括香港啊等等 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否则这个人数是不是他得安排多少个电话线 安排个100个嘛对不对啊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 你比如加德那边得做好多人接电话呢 怎么可能就做个六七个人呢能做个十六七个人可能恐怕都不够啊对不对 所以呃这是很常见的情况那么也就是即便是一家这样的大牌 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客户信息都要如此的去啊去维护啊去去去关注啊和保护的话 那么对于这些小拍卖行呢对吧这些小拍卖行呃他们非常的努力的去维护住自己的这些客户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在eBay啊或者在什么一些很大的卖家 他们的收藏他们的这个人数其实是很大的 他们可以堪比或者说是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小的拍卖行可以去可以去攀比的 对吧所以他们呢在那边的生意呢做了就很成功 因为他只要出来任何东西他可以瞬间的就可以让很多人都看见 而且这些人呢都是高度感兴趣的人之前跟他有过交易的人 所以每家这样的小拍卖行也都是这个情况 他们希望能够绕开这个invaluble啊live auctioneer这些平台 能够直接和这个客户啊发生关系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呢要提供给他他所要的这个信息 他要确认您是谁 确认您是谁呢第一呢是就是呃在拍卖过程中间呢就是呃您买下来他 那么他知道您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么一个买家啊 那么以后呢可能比如说出来一些呃拍卖行业上线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东西 他很精准的可以知道应该发给谁就广告 第二呢也是就是在拍卖的整个过程啊他们也希望有所把握 比如说他知道谁在压呃整个拍卖过程呢有多少人参与啊 而不是那种就是网上了也看不见什么就是像玩一样的这种呃 有些人压了可能就跑了啊也就不付钱了 那是不是人家就觉得整个拍卖他们安排也很困难对不对 这个这个投入那么大的人力和物理最终呢整个拍卖过程还自己控制不了 对不对所以也要从人家的角度来考虑那么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呢 呃您如果说把自己的真实这个信息给人家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家拍卖行是否真的很熟悉啊 然后呢他会如何使用您的信息呃我个人建议呢如果您不能很确定的话 呃我觉得呢还是通过像这些invaluable这些平台可能会更可靠一些啊 如果您是这个行里面的经常走拍卖行的话那么可能会经常把自己的一些这身份证件啊就是使用的话呢 呃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呢呃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 因为毕竟您不知道他们是经营状况啊 尤其我知道北美的很多拍卖行有些拍卖行一年换一个地方啊 所以呃他们怎么用您的这个数据怎么用您的身份证件您根本就无从去了解也根本不可能把握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呃不是说我们很坏啊 而是说保护自己啊我觉得使用已经作废的这个证件可能相对还好一点啊 如果必须要以您的身份去去去买的话啊 所以这是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经历 因为确实是遇到拍卖行的这个数据系统啊被黑客给给攻击了啊 所以拍卖行确实很紧张 那么呢我就拿这个案例出来跟大家分享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拍卖过程中间呢能够避免遇到一些 呃比较意外的一些呃不好的事情啊能够避免掉一些损失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后面呢节目们呢我们再谈一些关于拍卖行其他的一些内容啊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谢谢大家